只要有聽到聲音幫我按一下 聽力師悉心聽民眾測試聽力 別以為只有長輩們需要聽力檢測 每個人聽力都可能隨著年齡增長 慢慢退化 四歲之後我們每年的聽力都會慢慢慢慢的下降 但是下降的幅度會根據每個人基因的不同 會導致說有不同的結果 有的人可能你會發現他六七十歲也都是 聽力很好 那有的人他就發現他可能五六十歲的時候 開始聽力慢慢有一些聲音聽不到 當聽不清楚汽車喇叭燒開水聲音 可能造成人身安全以外 也可能因為無法與人溝通 影響到社交與職場 研究顯示聽損與失智症是高度相關 失智症跟聽損之間的關係 他們是把我們聽力損失當作是一個可控的因子 大概是要聽損到至少要 我們正常人是25分貝 25分貝都還聽不到的時候 你再上去就有機會了 那每增加10分貝的話 你的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它是有一個正相關這樣子 25分貝等同於人在講悄悄話的聲音 民眾也可以在家自我檢測 雙手在耳朵左右兩側輕微搓揉 若連手指搓揉都聽不清楚 就要及早就醫 但為什麼聽力會影響到大腦認知功能 甚至進展到失智 主要與三大因素有關 一大腦會過度非力去聽聲音無法有效工作 二缺乏聽力刺激會讓腦部退化 三減少溝通加重社交鼓勵 權威期刊次落針指出 聽力損失是失智症主要危險因子之一 若能控制將能延緩失智症發生 理論上來說當你比較能夠聽得清楚之後 你跟家人的對談量會上升 理論上是可以讓你的整個認知功能 應該是會退化的會比較慢一些 因此對於退化性聽損的患者 若有助聽器的輔助格外重要 加上這幾年科技進步之下 助聽器改善過往回應較大有雜音的問題 布置品質更清晰 連助聽器外型也越來越新穎 有一個case是他是在大學上課的老師 之前還沒有戴助聽器之前 他就是很難跟他的學生 直接在上完課之後他們要問問題 他會聽不清楚 這樣我們再靠近一點這樣的距離 他去問問題他都聽不太清楚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回答 戴完之後他就說完全沒有問題 這就跟正常的狀況是一樣的 到底如何評估該不該佩戴助聽器 醫師建議兩種情況下可考慮佩戴 一 仍在職場工作的族群 二 連一般對談溝通都聽不清楚時 佩戴時可經由醫師或是專業聽力士評估診断 這個是聽力圖 然後上面的地方125250後面48000 這個是聲音的高低 聽力照護要從年輕做起 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 每三年至少要進行一次聽力檢查 如果是已經有聽損或是經常在噪音曝露的高風險族群 則建議每年定期進行檢查 當聽力出現問題時才能及早介入治療處理 記者耐心品王千玲 台北報導 2003年的認識 dans... 嗯? 嗯? 嗯 MMMMM 暈想 NO原因 Vquee 八 Vquee inf internet 真的是